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不应该把那个程式码写实 例如说现在是不是都写到第二列第一格 第二列第二格 第二列第三格 不可以把这个二写实 应该是要写 先去判断说现有资料的最下面一笔 那问题来了 你怎么知道现有资料的最后一笔 好 我教你怎么改写 首先 我必须在执行这一个new button 这个click就按下去的时候 我要先知道一下什么是最后一笔 我最后一笔喜欢用LF 最后一笔等于 最后一笔等于什么呢 等于A1这一格 A1这个范围 A1这个储存格的最下面 好 我就先去判断那个最下面是多少 好 那怎么判断呢 所以我要先写一个范围 Range 刮弧哪一格呢 A1 它的最下面 最下面是不是END 你有没有发现 A1这一格 A1这一格的最下面 最最就是END 所以你看 我就先写哪一个END 有看到哦 那问题是我会希望哪一边 是最上面 最下面 最左边 最右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有看到这个 最下面 最下面 对不起 这个地方 就是 最下面 是在一起的 这边是不是到最 你不能写说 最就结束了 你要告诉他说 最上面 最下面 最右边 还是最左边 所以变成一个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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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不是要到A1的最下面 點 最下面得什麼 最下面那一格 現在是不是到了A1的最下面那一格 我只要它的列數 所以是R ROW 而且要把它加1 為什麼要加1 因為如果我不寫加1 它只會判斷 例如說現在是不是這樣子的內容是不是到2 可是我又不是要寫到第二 我現在是不是要判斷 它是不是抓到這一格了 可是我真的要它寫的是不是加1 寫到2加1那一格 所以是不是3 所以呢 後面是不是要加一個叫做加1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把這個改成LF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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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呢 來去執行一下 這個 直接點執行 你看一下喔 這邊是不是學號 學號 例如說3102 假設是Mary 然後接下來國文96 英文98 然後點選新增 是不是就加進去了 清楚還沒寫 好 例如說3103 然後一個叫Tom 然後國文100 英文100 然後點選新增 是不是就加進去了 好 它現在就會去判斷 假設當我再點新增的時候 它就會去判斷 現在的最後 A1的最後 是不是到了4 對不對 4還要再加1 所以它是不是LF 紀錄就是5 所以當我再點新增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放在第5列 那你會說 萬一它不小心 重複點到新增 沒關係 那個我們都可以做 資料比對判斷 把相同資料拿掉 重點是 我剛在這個地方的資料改寫 這邊我把那個原本指定單一的值 現在變成什麼 固定了 固定 這才比較重要 好 來麻煩請你們寫好這一段的程式 記得怎麼執行它 是不是就直接點執行